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低点 破坏了自从尼克松总统以来 中美两国建立的这样一种合作关系 克林顿时期还是两个合作伙伴 小布什时期发生了一些情况 奥巴马时期后期情况不好 但是也没有不好到特朗普时期这么严重 应该说特朗普这个毫无行政经验 也没有管理国家能力的这么一个政治素人 他在美国国内呢是个反建制的 是个舆论界的领袖 甚至是个娱乐界的这么一个偷口秀艺人 那突然间变成了美国总统之后 他打破了很多美国的政治惯例 他为了自己的选票 为了自己的所谓声望 也把中美关系搞砸了 他重用包括蓬佩奥这样的一些狂妄 一些政治妄人 极端分子 把中美关系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是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 所以你要我对特朗普先生做一个评价的话 我认为他不仅不配做美国总统 而且损害了美国这个国家 长时间以来在全世界 包括在他的伙伴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信誉 他在任意的挥霍美国的政治遗产 他在把世界影响动乱 把中美关系推向冰点 甚至推向战争 好的好的谢谢您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 特朗普呢他本人说 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自己占了上风 但是他的政治反对派 则说他输了这场战争 您如何评价两国之间 长达两年的这个贸易战的结果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看 贸易战是特朗普当局发动的 特朗普当局在贸易战过程当中 他始终处于发球的一方 涉及一级的一方 制造麻烦的一方 表现的相当强势的一方 中国是努力像个太极拳 拳手啊 老拳师 躲呀躲呀 闪啊 捧闪挪移 不断的跟他小以大义 不断的跟他呢 登高望远 希望能够考虑中美关系的大局 但是没有用 美国这叫用我们胡同话说 叫蹬鼻子上脸 如果说上风下风 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 我说呢 舆论评价说 特朗普占了上风 特朗普自己洋洋得意说 他占了上风 我觉得这话倒也不错 但是贸易战也罢 其他什么战也罢 他不是一锤子买卖 就像武术对打 自由搏击 不是只有一个回合一样 你注意到 中美第一极端贸易谈判 协议签订之前的一段时间 中国呢 是有一个发力的 就是美国人得寸进尺 不断的添加条件 刻刻要求 没完没了挑战 中国底线的那样一些 所谓贸易谈判的策略技巧 来自希泽 表现的那么凶狠和强硬 中国都忍了 但是最后 中国忍无可忍的时候 有个小小的爆发力 类似太极拳势 突然一个抖手 那推了 这个结果我们不认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回忆起来会发现 美国人被迫做了让步 于是打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并且在现在 美国对中国呢 无耻打压 到了越过突破底线 不惜踩踏红线 甚至不惜挑剔战争 以热战相威竭的时候 美国人还在敦促中国 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今天的 对水的形势 这个量化宽松 打白条的这种经济形势之下 美国需要收获中国的韭菜 因此最近美国的最新动向是 莱特希泽和蓬佩奥 据说爆发了大炒 莱特希泽是一贯以 对中国强硬而著称的 现在他和蓬佩奥大炒的内容 却是强调美国在今天 必须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以至于才能够保证 收获到美国这批韭菜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说 他赢特朗普洋洋得意说他赢 我看是要打一点折扣的 也就是说中国忍无可忍 无惜再忍的时候 对美国环一颜色 美国也要承受相应的代价的 这就是中国政府一代强调的 贸易战打双输 而不是双赢 合作才有双赢 贸易战当中没有赢家 既然贸易战当中没有赢家 特朗普说他是赢家 这个说法至少我看和客观事实不相符合 但是和特朗普先生一贯的 自我标榜的 自我吹嘘的 甚至有些病态人格的这种 特点是相一致 关于这个贸易战 我还想补充一点 贸易战美国今天呢 金融立国 美国今天呢 他金融搞得哗啦啦响 所以有人定义帝国主义的时候 已经用了金融帝国主义这个词 但是美国呢 这个实体经济空心化 他只靠所谓高科技 来支撑这个国家 现在越来越显现出一种颓势 债财高筑的美国 其实相当脆弱 所以打贸易战 他结果特朗普先生的 自我说法 叫做贸易这个实体回归美国 特朗普的这个目标 是达不到的 是没有可能的 实体回归美国之后 美国人生产的那种 价格如此之高的产品 世界人民没有办法承受 美国人民也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贸易战的最终结果 美国人受的损失 不会比中国人更少 但是特朗普先生 现在把选票看的 比什么都重要 他并不介意 未来贸易战的结果 是两败俱伤 甚至美国伤害更厉害 甚至损害美国的 美国的经济 但是特朗普是不在乎这个的 他只在乎他的选票 他的连任 我补充这么一点 第三个问题你说 第三个问题是 特朗普他实际上在试图将 中国与美国的盟友和亚洲的国家 做这样的一种隔离 那您认为这种努力是否成功 特朗普是想让所有的人 都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围着他那个直觉治国的 病态治国的指挥棒转 他当然希望那些盟友都听他的 他当然希望把那些盟友 和中国隔离开来 组织新的包围圈等等 可是你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你就算是弄一群狗 你也要喂 你也用他听得懂的语言 跟他沟通和交流 特朗普先生不仅不懂得尊重对手 而且不懂得尊重盟友 美国多少年来 悉心打造的维系的那些盟友 包括像韩国日本 包括像英国这样的一些紧密的盟友 甚至连军事指挥权 都拿在手里的盟友 美国今天都围不住 因为特朗普先生 他是商人的思维 是一个破产几次 又靠各种欺骗手段 在翻盘回来的地产商市的思维 有些商业道德都不讲 因此他资诸必较 因此他处时处处 一点小颗也不吃 他又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他自我自大 自高自大的这种性格 让他铸就了一种 老子要得天下 老子一毛不拔而得天下 拔一毛而立天下 不为也 所以特朗普的这样一种 刚毕自用的性格 把所有的盟友都得罪了 你叫盟友围着你转 去隔离中国 那这盟友受了气之后 他当然就不痛快了 所以韩国他增加军费 对日本采取一种羞辱的态度 对德国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在隔离中国的问题上 他的那些盟友 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 但是特朗普这样一个大哥 他们怎么看都觉得 这个大哥不太像个大哥 大哥要有个大哥的样子 大国要有个大国的样子 总统要有个总统的样子 现在这三个都不像样 所以发动盟友来隔离中国这件事 我看特朗普先生在做 并且比较用力 但是他的作用力大小相反 方向相反 大小相等 他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美国的一些外交界的 资深的老迈的外交家 包括外交理论界的人士 都认为特朗普先生 完全不懂得用盟友 一起来做事情 他把美国过去的政治遗产 包括外交政治遗产 损失殆尽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您认为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利益是什么 怎么看待现在这种情况的演变呢 还有就是该地区是否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美国在南海的利益是什么 美国在南海没有特殊利益 美国在南海现在他采取 咄咄逼人的架势来捣乱 没完没了的航母舰队 然后呢潜艇 飞机轮番出动 他是要试图制造中美关系紧张 他是要在整个中美博弈当中 居于一种主动的地位 如果说他有利益的话 这个利益呢 只是服从于他的一个整体的利益 他要摆出一个 南海呢 我说了算 我还是大哥 他是要这么一个目的 南海是中国的没有问题 历史上清清楚楚的 甚至南海的一些岛礁 都是当年蒋介石的政府 在没有能力去勘测的情况下 美国军舰拉着蒋介石 政府的工作人员勘测 并且呢 一体命名的 在南海的问题上 相当上世界以来 没有任何争执 南海问题引起美国人的警觉 是服从于美国围堵中国的需要 而诞生的 所有的博弈基于这样一个基础 在南海的问题上 美国呢 原来他仅仅是想挑动 南海相关的国家 来跟中国闹别扭 在一次又一次的 阴谋没能得逞的情况下 他现在呢 采取一种明火之杖的方式 这种明火之杖 直接出钱出人 出飞机 甚至自己呢 拉开架势 撸胳膊挽袖子上来 只说明一点 那就是 南海相关这些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和美国并不一致 换句话说 美国在南海的 所谓利益诉求 和南海相关利益国的 那些诉求是不一样的 美国呢 是不怕事大 美国是用南海来敲诈中国 南海这件事 本来不是事 他把它弄成一件事 是为了敲诈中国的战略目标 来服务的 比方说 他天天在那叨咕 什么自由航行 南海自由航行 从来就不是问题 没有人阻止 美国军舰在内的其他的国际船只 在那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本来就是一个伪命体 本来就是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 试图在道义上羞辱中国 试图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威胁方 来吓唬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 但是南海周边那些小国 他们当然希望得到美国的保护了 但是如果像美国今天所采取的措施那样 怂恿这些小国去对抗中国 那中国有些邻国就看得很清楚 你呢在那吆唬一声叫我们去卖命 我们不去干的 那杜特尔特在这件事情的前后表现 已经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这件事情 至于南海会不会发生热战 我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因为特朗普先生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政治素人 他的上一拳下一脚 中间缺少联系 不按照套路来 他不排除 他在那里面采取一些军事措施 来加剧你将敌势 以赢得选战对他有利的局面 但是特朗普先生也有一些障碍 比方说 美国军方并非完全听从 特朗普先生指挥 虽然总统呢 依照美国宪法 他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第二呢 特朗普如果在南海 采取一个动作 要达到他选情 助威的效果的话 他必须想好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发动 热战是容易的 热战如何停下来 如何保证在一个范围之内 好比是弄一块汽油 你点着火容易 不小心把房子燃着了 又怎么办 我相信今天在特朗普政府当中 还有一些有识之士 包括艾斯珀先生 脑子是清醒的 你还记得艾斯珀先生 曾经给中国军方打招呼说 他要来中国访问 中美军方应当有一个沟通的渠道 我觉得这些理性的表示 都是对特朗普先生破罐破摔 我行我素 只想选票的这样一种呢 非政治家的 非古典政治家 非理想政治家 不向总统行为的一种反制 好的 想请您看看 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 那怎么看待中美在人权方面的冲突 美国是不是会基于人权的 这样的一个理由 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制裁 我觉得特朗普 利用人权对中国实行制裁 他一直在这么干 但这么干的这个行动啊 每一拳每一脚都反过来 反诸己身 这个十三经里面一句老话叫 养肩而拓 反诸己身 就是说你朝天上拓了一口拓门 拓的那口拓门落下来 落到自己脸上 是自我羞辱 在人权的问题上 特朗普上来这几年 特别是疫情以来 特朗普拿人权说话 只有他还好意思 只有蓬佩奥还好意思 其他的人都不太好意思了 因为美国的人权状况 实在是和这样的一个大国 和当了村长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老干部不相称 美国七百多万人感染 直逼八百万 美国死了二十多万人 想想如果911是三千多人的话 算一算这二十几万人 除上一个三千多人 相当于多少场911 一场911死亡了 这几千人导致两场战争 美国人记着这个日子 那现在死了这么多人 这不是人权灾难吗 这不是人道主义灾难吗 这种灾难难道不是 主要由于执政不利而导致的吗 难道不是主要由于特朗普根本 反制听不进公共卫生专家的意志 为所欲为 谎话连篇所造成的吗 难道不是美国这个体制 今天应对现在这种疫情不利 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出现问题所导致的吗 难道不是美国整天骂别人 结果自己裤裆着火了 给大家一个笑话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拿人权来制裁中国 实在是华天下之大敌 实在是一个可笑 可笑到极点的这么一个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前提 你的问题是建立在 他如果连任的基础之上 关于特朗普连任 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比较小 特朗普这个人相当诡异 这个人相当诡异 你能相信他突然间宣布 叫阳性了 然后呢四天就出院了 十天又出来公共活动了 来得太快 走得太急 以至于给人一种眩晕感 按照美国CDC的规定啊 十四天之后 你才有可能出来 现在满打满算 从他自己呢 所谓检测阳性 到现在满血复活 一共不到十天 他到底得病了没有 如何证明他得病 他得的是什么病 是感冒 还是新冠病毒感染 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 还是他仅仅打了新冠病毒疫苗 出现了短暂的阳性 和短暂的 类似新冠病毒的症状 旋即结束 骆子西韦有那种效果吗 强烈奎有那种效果吗 现在所谓 鸡尾酒疗法 抗体 鸡尾酒疗法 第二期临床刚结束 第三期临床 别人怎么没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对不起 我有点跑题了 我就是说到这儿 我觉得特朗普先生 他连任呢 很多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说这个总统 他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很不实在的感觉 很不靠谱的感觉 把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再交到这个人手上四年 美国将会怎么样 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更大的可能性 比较大的概率事件 是特朗普这次连任很困难 特朗普有一个重大利好 就是因为他的对手 的确年纪比他还大四岁 并且做过两次脑流手术 现在有些老迈 说话迟钝 但那一个从1974年 就担任参议员的 最年轻的参议员 有着几十年的公务员的生涯 他的中规中矩 特朗普先生这种 反体质的色彩 这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风采 在辩论当中呢 对拜登先生构成了 一个强大的威胁 可是这次他得病呢 他的辩论又遭到了 很大的变数 我的意思仅仅是 归结为一句话 特朗普连任难度很高 假如他不能连任成功的话 中美关系一定会有一个盘整 也就是说 即便是拜登对待中国的立场 和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 是完全一致的话 那拜登的有些行为 轨迹还是可以预测的 而不像特朗普不可预测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啊 特朗普上接着连任 还是拜登连任之后 我没那么悲观 我觉得这世界还是会有一种 相对理性的力量 还有两个大国之间 剑拔弩张 到最后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同意基辛格最近的一个 视频演讲的说法 他说中美啊 即使是交战 也要有一个底线 也要呢 理一理 那交战的规则 如果没有这条底线的话 那就是一战之前的局面 一战呢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 都卷进去 打个没完没了 完全陷入非理性冲突 人类到了21世纪 科技发展到了今天 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 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如果还按照一战之前 打乱仗 把整个世界签进去 那不但是美国的悲剧 中国的悲剧 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所以我相对乐观 当然特朗普这个人 他对中国采取什么人权制裁 甚至追责 他都说得出来 他都做得出来 至于能不能做到 他的这些这个重要的助手 能不能帮助他做到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的来说 特朗普上了这几年 我知道你这篇文章 大概意思围绕特朗普 执政对中国的影响展开 我的看法是 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 由于40年来中国人 特别认真地努力地 真诚地向美国学习 对美国人有仰视的角度 那特朗普发起重力 对中国实行贸易战 接下来从所有的方面 围绕中国的时候 中国有一些人是心里没底的 但是老百姓呢 看问题 我们作为北京市民呢 我就觉得 说到底还是要过日子 说到底还是要照顾 本国人民的尊严 照顾世界发展的一个大环境 既然大家是要过日子 那就王二小放羊 要往豪草赶 美国现在这种做法 他就像一个狮子暴怒之下 折腾 折腾到后来怎么样呢 贸易战也罢 还是现在呢 南海东海跟台湾关系 军事热战的可能性 同此在内 我发现美国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你再凶狠 也不过如此 不过而而 不能咋地 相反 中国反倒适应的 特朗普原来 你不过就这两下子 你还有更狠的吗 即便在台湾的问题上 最近美国又批准 向台湾出售集中武器 没用的 改变不了台海的局势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 你从太平洋那头 跑到这头来 你想打一场战争 你想用你的先进武器 先进科技 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 我觉得这很难 相反 蓬佩奥是个好教员 特朗普是一个好教授 他们两个 所代表的美国执政当局 对中国这几年 所做的一切 就起到一个作用 那就中国人更爱国了 中国人呢 越来越记得 毛主席早年 讲过那些教导 中国人记得 我们自己必须抱团 前些年 在前节任总统 努力之下 所培养的那些 去党恨国的职分子 这个词我不知道你 熟不熟啊 就是那些所谓公知 他们现在在中国 臭了一大街了 被崩溃了 所以中国人民 在特朗普的努力之下 终于 同心同德 更加团结起来了 中国的政府 中央的领导力 更加强有力 所以特朗普 现在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吧 我们胡同里边 老头老太太 都当个笑话看 特朗普是一个喜剧演员 他最好的出路 是回归他的喜剧演员 脱口秀演员 我相信他的票房价值 会不错 好的 太谢谢您了 您的这个回答 都非常的精彩 然后我们之后 要好好地整理一下 再见 再见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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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